大家好,我是火牙貓 今天的教學內容是關於如何利用Blender內建的ADAM 製作出寫實的樹木 我們會幫樹葉和樹幹上材質 並介紹如何設定簡單的樹葉動畫 首先打開Blender之後呢 按AX 把畫面上的所有物件都delete掉 那因為等一下我們會 主要操作的空間會在左下角 所以今天的按鍵提示都會在右下角這個地方 刪除掉之後我們來到Edit Perferences 這裡總共要搜尋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Sapling Add Curve Sapling Trigem 先把這個打勾 第二個要開啟的是Node Wrangler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幫樹葉上材質 會使用到Node Wrangler 兩個都打勾之後呢 按Shift A Curve 這裡有個Sapling Trigem 這是我們剛剛打勾 add-on 所以才會有的功能選項 點選它之後 正中間就出現了一棵樹 那這棵樹呢 左下角這裡 可以把這邊小三角形點開 點開之後呢 這裡有非常多的設定可以做使用 那這些都是如何去形塑出 一棵樹要長什麼樣子 以及我們會在這邊幫他設定動畫 這裡比較要注意的事情是如果你點到了其他地方或是點到樹本身的話 剛剛這邊的選項就會不見了 那如果你沒有做其他多餘的動作 按F9 它的選單同樣會 再次在你的滑鼠在地方出現 只是如果你現在新增一個cube 然後有做移動有做其他點選的話 按F9 它是不會再出現 它只會出現你上一個使用的動作 所以現在把它全部都刪掉 按Shift A Curve Sapling Trigem 點選它 那這裡我們就先不點選其他的東西 另外一個要注意的點是 假設你現在調了一個東西 然後很順手的按Ctrl Z 回到上一棟的話 同樣這個數也會直接不見 所以在調數值參數的時候 要記得不要按Ctrl Z 而是回去直接把數值調到原本的狀態 那我們現在要按Shift A Curve Sapling Trigem 再次把它叫出來 那在調整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旋轉縮放 去移動它 移動你的視角去看的話 它是都沒有關係的 那我們進來呢 首先看到第一個Settings Settings有很多個可以選擇 第一個是Geometry 它主要是調整主要的大致上的形狀 第二個是Branch Radius 它是調整樹幹的粗細度 Branch Splitting 是調整樹枝樹幹的分岔分枝的地方 那Branch Growth 是調整整棵樹的生長 Pruning是調整它的修剪 Leaves是讓它新增樹葉 Armature是讓它新增骨架 Animation是剛剛新增的骨架 可以讓它簡單的動起來 那我們首先在第一個Geometry裡面看到 這裡有Bevel Bevel如果取消弓選的話呢 底下就會只剩下Curve 打勾你才會看得到比較像是 它外面體積的部分 那Bevel Resolution 第一個 如果我們到Wireframe的話 你可以看到現在是1 如果新增 新增的話 它會讓外面變得更加圓潤 但相同的 當它的面數變多之後 電腦的耗能也會變得更高 所以我們這邊先讓它維持1 那Curve Resolution的話 一樣是到Wireframe看 它如果調高的話 可以看到它是橫向的這些線會新增 那一樣我們把它維持4就可以了 Handle Type這邊有兩個選項可以選 一個是Auto 一個是Vector 如果點Vector的話 就會發現它的 變得比較低面數的感覺 所以它比較像是一節一節的 那如果是選Auto的話呢 它就會比較平順 但是相對因為Auto會讓它比較平順的關係 也代表它使用的線跟面會比較多 所需要號的號也會比較高 再來是Shape Shape這邊有很多很多可以去做選擇 那我們可以來看它 例如我選擇第一個 選不同的 那它這裡的不同選擇呢 都是這些分佈的方式 樹枝生長的方式不同 那你可以去每一個都去探索 看哪一個比較符合你的需求 那不用特別去記說 哪一個詞搭配的是什麼形狀 因為你下一次重新再做這棵樹的時候 你一定不會記得的 底下還有一些參數可以調整 像是Branch Distribution 你可以左鍵點選之後左右移動 就可以看到它的功能是什麼 那像是我們很常看到的Random Seed 是你每一次點選不同的Seed的數值的話呢 它都會生成不同的樹給你 可以讓它產生更多的變化性 那Scale的話呢就是整棵樹的大小 Scale Variation就是樹的大小的變化 那這裡有個比較特別的是 如果我現在調到這個 假設我非常的滿意 我現在調整的數 那我希望下次進來新增數的時候 不用再重新調整那些數值一次的話 你也可以在Preset這邊 假設我輸入它叫做My Tree 我的數 然後你可以看到底下這邊有Load Preset 這邊有很多個選項可以選 那假設我現在非常滿意這一個 然後我點選Export Preset 點選它之後 我們到Load Preset這裡 它就會出現My Tree 就是我剛剛所儲存進去的數的種類 除了以上這些數值可以去做調整之外呢 它最底下的Load Preset 也有一些選項可以讓我們在進來的時候 就直接來做選擇 那我現在把它視窗往後拉一點 這樣等一下可以看得到樹長什麼樣子 第一個是Willow Willow呢它指的是柳樹 第二個是White Birch White Birch是白花樹 第三個是Weeping Willow 它是比較垂下來的柳樹 Small Pine Small Pine是小的松葉樹 Small Maple 這是小的楓葉樹 Quirking Espen 它叫顫抖的白羊 因為它的葉子在被風吹過的時候 是以顫抖的方式在抖動的 Japanese Maple 這是日本的蜂樹 Douglasphere 就是花旗松樹 最後一個是Colestamon 它是一個紅葉樹來自於澳大利亞的樹木 這些都是在Load Preset裡面可以去做點選使用的 那假設我現在還是回到My Tree 那第一個Geometry 介紹差不多我們到第二個 Branch Radius 這裡一樣你可以把它的Bevel打開跟關掉 那一樣可以調整它的Bevel Resolution 你可以去點選拖拉就可以看到它這邊是在做些什麼事情 那像Branch Radius Ratio的話 它主要是調整第二段的樹枝的這裡 Close Tip是把最尖端這邊讓它關起來 它如果沒有點選的話 最尖端這邊就會是打開的狀態 那打勾它就會把它關起來 那在我們等一下接下來的選項當中 如果你看到的是像這樣子1234 1234排列下來的樹枝的話 第一個它指的都是第一根的樹幹本身 所以如果你去做移動的話 它都是以最中間的樹幹本身做為第一個階段 第二階 它應該說階層 第二階層的話是 樹幹之後再往外長的樹幹 好像應該說是樹枝 它是第一階段的 第一階層的樹幹之後再往外面長的第二階段的樹枝 所以去讓它變大變小 你就可以看到它變化 那如果你現在移動第三階層的話 它沒有任何的變化 是因為我們現在總共只有兩個 總共只有中間最主要的 以及再額外長出來的第二階段的 但是我們現在並沒有第三階段 或是第三階層 第三個level的樹枝 所以去移動3跟4的這兩個樹枝 它是不會有任何變化 因為它沒有東西可以去做改變 這是branch radius 那再來是branch splitting 這是我們剛剛所說到的 剛剛第一個level跟第二個level 那如果這邊你在新增第三個level的話 它就會再長出額外的樹枝 從第二個level長出來的第三個level的樹枝 所以現在像是如果我改變它的樹枝的數量 本來是55改變成30的話 它的樹枝數量就會變少 那這裡如果我希望第三階層的樹枝數量 可能是20的話 那它就會變多 那第四階層的話 可想而知它現在是沒有任何變化 因為我們沒有第四階層 那通常level到2就已經蠻多了 如果到3的話 它會看起來更加的複雜 但一般我們維持2就可以了 那base split 是它基本的分支的數量 如果數值很高的話呢 它中間的分支就會變得非常的多 我們可以讓它回到3 那trunk height 你可以點選它 左拖洞 或是它沒辦法上下拖洞 左拖洞的話呢 讓它數值變大變小 就可以看到它控制的地方是哪裡 那split height 可以看到它的控制的方式 那這裡的話呢 segment split 它是分割的區域會不太一樣 然後split angles是它的切割分離分割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翻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split就是切開的意思 所以它就是它切開的那個角度會不同 rotate angle就是它旋轉的角度不一樣 rotate angle variation就是它旋轉的角度 讓它有些變化 那這裡可以看到curve resolution 原本是8 你也可以把它調低 那這裡是branch splitting 接下來我們看到pruning pruning是修剪的意思 就是它預設是關起來 你可以把它打勾打開 那它就會出現一個像這樣子的 兩個平面的形狀 那這裡的話 一樣是你可以去做拖洞 然後看它會做什麼 那它基本上就是如果被 這個平面覆蓋到的地方的話 就會幫你修剪掉 像這個它把它整個壓下去 就幫它修剪了非常多的樹枝的部分 那這裡可以把它打勾 取消選取 它就不會有修剪的作用 那我們再到 嗯 樹葉 骨架跟動畫之前 我們回到geometry 我今天想要做的樹枝 是load preset 這邊有一個small maple 我們用 小楓葉 來當作示範 那geometry這裡 點選 我們可以回到 嗯 不是radius splitting 好了 它的預設的branch is splitting 其實很高 所以我現在把它改成50 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來到leaves leaves是樹葉 樹葉預設是沒有打開的 如果想要讓它看見樹葉的話呢 可以按show leaves 那它就會出現 那我們現在樹葉講的形狀呢 都是六邊形 可以看到這邊的leaves shape 樹葉的形狀是hexagonal 它是六邊形 那點選它 我們把它改成第二個retangular 讓它變成成方形就可以了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再幫它做調整 那它現在的樹葉的大小有點太小了 所以我們按leaves scale這邊 幫它改成0.5 讓它變大一點 那樹葉我現在覺得它長得很滿意 我沒有在做調整 我們接下來到armature armature的話 第一個打勾use armature 這裡的話呢 是開始要把它設定要有動畫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只是單純想要做一棵樹 並沒有讓它要動起來的話呢 armature跟animation這邊就可以都不用理它 那我們現在希望它動起來 所以armature這邊打勾use armature 然後make mesh的意思是 我們現在正中間的這個樹幹 樹枝的部分 它是以curve的形式在做呈現的 但是如果我們打勾make mesh之後呢 等一下在右邊的modifier的地方 樹幹跟樹枝呢 它就會是以實際上的mash的形式做呈現 也就是說它就變成是以點所連線出來 然後並且把它附加一個skin modifier 這裡兩個都打勾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到animation animation第一個打勾 armature animation 它指的呢 就是它現在把我們剛剛所打勾的 那個armature的骨架 覆蓋到樹枝跟樹葉身上 那打勾第二個leaf animation的話呢 是我們等一下要做樹葉的動畫 第三個fastprefuse 是如果今天你的電腦 並沒有到非常的好 或是你只是單純想要在 預覽的時候省效能的話 就可以把它打勾 那它就會暫時把這個 我們剛剛所做出來的那個 樹幹跟樹枝的volume 就它的體積先讓它暫時看不到 這樣在跑動畫的時候 速度就會變得比較快一點 因為它少算了很多的面數 那animation speed 預設是1 loopframes的話 它這個有點酷 假設我現在輸入100 那它就代表我們等一下在 播放樹葉動畫 跟樹枝樹幹動畫的時候 它是以100個frames為準 去做looping的 所以我們現在底下 它預設是1到250 我們可以把250這邊輸入100 然後你可以按這個箭頭的鍵 或是按空白鍵 它就會開始進行數量的動畫 那你可以發現到100跳回1的時候呢 它中間並沒有一個很明顯的停頓感 也就是說它這個動畫是一個looping的形式在跑的 那我們按空白鍵暫停 回到1 那回到1之後 剛剛的選單不見了 我可以按F9 再把剛剛的選單叫出來 那這裡的話 你可以幫它調整風的強度 OVERAL WIND STRENGTH 原本預設是1 假設你把它改成5 然後按空白鍵 它就會吹得比較大力一點 那F9 我們還是把它改成1 那以這樣的形式去做設定就可以了 那回到1 這邊怎麼回到了250呢 我們回到100 那以上就是使用Sappling add-on的過程 可以藉由調整參數的方式去製作出一棵樹 它是一個很省時省力省時間 而且非常有效率的一種做樹的方式 而且它內建一個Animation 所以你在做Animation的過程當中 就會非常的快速 不用自己去幫它綁骨架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怎麼樣去幫 樹葉跟樹幹上材質 樹幹這裡的話呢 它現在還是以點線的方式呈現 如果你想要看它長什麼樣子的話 可以到Modifier這邊Skin 然後把這個打開 你就可以看到它實際上是 確實是有這個 樹幹跟樹枝的體積的 那空白鍵讓它跑 可以發現左邊的FPS這邊左上角 它是12、13在這邊跳 那我們預設是24 所以12、13的話就是原本應該要我的時間的一半 那它之所以跑那麼慢 就是因為體積在做動畫的時候啊 它會耗費比較多的效能 那我電腦跑不動那麼多 所以如果你把Skin這邊先讓它暫時看不到的話 那它就會跑正常的速度 它就是在23、24這邊跳 那首先我們要幫它樹葉做材質 我們來幫樹葉上材質 到Material Properties 這邊按一個New 那我們這次樹葉比較特別的是 會把它上正面跟反面的材質 我們可以來看看怎麼做設定 到Shader Editor 按N把右邊關掉 那我之前已經有下載了樹葉的材質 跟樹幹、樹枝的材質 如果你想要跟我用一模一樣的材質的話 我會把材質的連結放在底下說明欄處 那我們剛剛開始已經有把Node Wrangler打開 所以這邊點選Principle的BSDF 按Ctrl、Shift、T 找到儲存材質的地方 那這裡是Leave001 那這邊的話呢 我看我們要選什麼 我們應該要選 AO可以選看看 然後Color、顏色、Displacement 然後Normal的GL Opacity點選它應該不會直接進來 Roughness點選 然後按讓它Import進來 進來之後呢 我有一個材質好像沒有進來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它已經把你都自己連好了 那如果現在到Render Mode去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它長這個樣子 那長這樣呢 其實是因為我們的材質的關係 我們可以到UV Editor去看 點選第一個Color 然後點數页 按Tab 進入到Edit Mode裡面 按A G X 把它移動到左邊去 那可以看到它沒有很剛好的 可以讓它縮小 可以讓它縮小 在差不多的位置 好它這樣是在差不多的位置 那我們調整好位置之後呢 因為現在我們在設定的是左邊的正面 那調整好位置之後 可是它周邊還是有黑色的部分 我們現在是在EV 如果到Cycles的話它一樣是有黑色的部分 所以這裡可以怎麼做調整呢 這裡可以把這個按Shift D 新增一個出來 然後按Open Image 剛剛有看到這裡有一個Opacity 點選它 按Open Image 剛剛的Opacity其實是一個Mask的作用 也就是它的那個圖片是專門在告訴Blender的材質說 哪些地方要顯現哪些地方不要 那如果你現在直接把Color這邊 拉到Alpha的話 Alpha是控制透明度的 放開 那Blender就可以知道說 我的葉子的本身要呈現 那葉子周邊的話 就可以讓它直接的消失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個真的樹的形狀了 我把它切換成GPU 這樣等一下跑比較快 那你如果回到EV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周邊的還是有黑色的呈現 那是因為EV你會需要回到材質這邊 然後往下拉 Blend Mode這裡 要選第一個AlphaClip 那它才會把旁邊的黑色去去除掉 那我們現在場景有點暗 所以我去幫它新增一個HDI HDI新增的方式可以看之前的教學 那我這邊就是快速的幫它新增 新增HDI之後呢 我們要回到原本的 我們要回到這裡 Render Properties 這裡有Film Film打開之後 有一個Transparent把它打勾 那它就會讓背景消失不見 那你如果仔細觀察的話 我們現在的正面跟反面 其實是一樣的材質 所以我們這裡要讓它有不一樣的材質的話 嗯 嗯 我們再回到Shader Editor 那這裡啊 嗯 一般來說 如果你是直接使用兩個不同的圖片的話 就不需要像我現在做這件事情 但因為我們現在的 樹葉的正面跟反面 都是在同一張圖上面 但是你如果點選葉子 然後按Tab 進入到Edit Mode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UV 已經是放在左邊這個地方 那如果我去移動它的話 就會變成 這裡的UV也會跟著去做改變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那這裡的話呢 可以做的就是 我們到 嗯 到哪一個Panel呢 到這個Panel 它是一個到三角 它叫做Object Data Properties 那這裡呢 有個UV Maps 你可以點三角形把它打開 那就可以看到我們第一個Leave UV 就是我們現在所有的UV 那我這邊可以按加 按新增 然後我們可以 嗯 把它命名 Back 就是背面 然後這裡呢 相機原本選第一個 我們可以選第二個 嗯選第二個之後呢 我們左邊這邊 按A 然後 G X 把它移動到右邊來 把它做微調 那你可以看到我在調整的時候 上面的樹葉也是有一起在動的 那就代表我們 呃 有改變了它的UV Map 但如果你現在按第一個的話 你可以發現它就變回了原本的 我再把它稍微微調 我再把它稍微微調 好它們現在看起來像是 呃比較在正確的位置 我沒有做得非常非常的精準 但是它其實差不多位置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反面的葉子的話呢 是這邊 把它全部選取起來 Shift D 然後移動到下面 那記得我們剛剛才新增了UV Map 所以我們現在點選到第一個UV Map 然後 Texture Coordinate 這裡直接把它刪掉 Shift A Search 然後 呃 幫它輸入UV Map 之後這裡啊 就點選 Vec 就我們剛剛做的第二個UV Map 然後把UV直接連到Vector 那這邊呢 這裡 這個設定 這一塊的設定 我把它分開一點 上面這一塊 是正面的 嗯 數頁的材質 那下面這一塊呢 是數頁的背面的材質 那它之所以會變成背面 是因為我們剛剛的UV把它移到了右邊 那並且用這個方式告訴它說 欸我們現在是使用 第二個 Back的這個UV不是第一個 所以這裡是背面 那接下來呢就是把兩個結合在一起 兩個結合的方式呢 是按Shift A Shader Make Shader 這裡 那第一個呢就連到上面 的綠色的 第二個就連到下面的綠色 那現在的效果呢是 就是往左邊就是正面 往右邊就是全部都是背面 這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的呢是Shift A 新增一個Input 然後Geometry 放到這裡來 放到這裡來 Geometry這邊啊有一個 倒數第三個叫做 Backfacing 如果你把它直接連過來的話呢 它就會去自動的偵測說 上面 第一個Shader的材質是正面 第二個Shader的材質是背面 然後用Backfacing去當作判斷的標準 那這時候再把Shader 直接連過來到 Surface 我們的材質 數位的材質就設定完成了 那 我不知道這樣大家看不看得清楚呢 我直接新增一個Shift A Plan 然後 然後 我看看喔 有我們剛剛設定的材質 那我們把它的UV放到正確的位置 或是直接把右邊刪除好了 右邊刪除之後呢 它的第一個UV是在左邊 然後把它新增一個 這個也要叫做Back 然後點選這個小相機 之後 把它的 按A G X 放到右邊 然後再回到第一個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看到它的 正面跟反面 這個是正面 這個就是反面 這裡就看得比較清楚 我們剛剛做的這個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剛剛幫樹葉做的就是它一定會有個正面跟反面 所以它是一個正面的材質 加上反面的材質 然後連到MixShader 並且有一個 Geometry裡面的Backfacing 去把它做正反面的區分 這是樹葉的材質 那我們現在來幫樹枝樹幹做材質 它的材質就會比較簡單 我們首先把SkinModifier先打開 然後把它新增一個樹幹樹枝的材質 A A 點 找到Principles BSDF的位置 然後按Ctrl-Shift-T 回到上一個 然後我們這邊有個Bark Bark的話呢 一樣就是點選點選 需要的 然後按Import Import之後呢 其實我不知道到底哪一個沒有進來耶 但是沒有關係 進來之後 因為它本身沒有UV的關係 所以看不到效果 我們直接把它改成Object Object之後呢 如果你有看過我之前的材質教學的話 我們有教過 如果你要使用Object 那你在ImageTexture這邊都要把 幫它改成Boxing 所以我們現在幫每一個快速的改成Boxing Box 然後Blender拉到1 那就很快速的做好這個材質了 那這邊的Scale 通常你可以幫它做這些調整 這樣最基本的樹就做好了 哇我現在才看到 我如果拖動的話 右邊這邊會被擋住耶 我剛剛沒有發現 如果你們有不清楚的快捷鍵 再在下面問我吧 我應該都 都是有提到的 那這是在Evie看起來的樣子 在Cycles的話呢 它看起來就也是 非常擬真的一個樹枝 非常擬真的一棵樹 這樣我們很簡單的 就使用A檔跟 巴上材質的方式 做了一棵你真的樹 今天的教學就到這邊結束 感謝大家的觀看 如果你覺得教學內容 對你有幫助的話 歡迎幫我按個讚跟訂閱 我們下個教學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期見 大家在那邊 我們下期見 掰掰 感谢观看